一日之陣在余晨 每天怎么样 我们要好好的呢 这个运用我们早晨的时光 有计划性的运用它 但事实上现代人好像怎么样 早上就开始赶赶赶赶赶赶 完全忘了有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先来怎么样 拷乱的第一顿 就是我们的早餐 今天呢我们真的要带动着大家好好的来重视 早餐的这一顿 而且甚至我们也鼓励大家 真的一起做早餐 你一定觉得不可能对不对 好今天我们身边先来邀请到这位 哎呦我们最棒最美丽最专业的这个品游师 文玲老师到节目当中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A任务我们文玲老师呢 其实研究欧洲食材超过15年了 对然后呢本身也是我们艺式料理达人 最厉害你自己还有西餐丙级执照 哎呦当然要知道怎么做菜才可以教人家怎么做菜啊 对好 不过其实我们讲 你有研究欧洲食材超过15年了 对 然后我们觉得说台湾的步调非常快 是欧洲人会像我们这么忙吗 说真的啦 意大利人北裔人真的很忙 因为意大利今天我才听新闻 意大利的经济现在已经掉到欧盟国家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是希腊 然后第二名是意大利 因为南裔的人真的很慵懒 都不做事都在靠北裔的人养 那很多重工业啊 或者是像我们吃的食材都是北裔的 然后还有一些观光也都北裔的 所以北裔人真的比较勤劳 然后南裔人真的很慵懒 对 所以懒一点可能比较会把早餐吃好一点 会吃得很慢啊 像我有一个西西里岛的警察的朋友 他就跟我说我好忙我好忙 我说你多忙 他说我早上起来9点起来 要先看一下报纸看到10点 10点看完还要上一下网到11点 然后才去公司去警察局 然后我说你去警察局干什么 他说等上一个同事事情做完 才可以pass来给我 就每个人都很慢 可是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太正常 我是觉得说可以学学北裔人 他忙的当中也可以把自己的 吃的东西料理的很好 我是觉得可以学北裔人的方法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把一些这个意识 他们怎么样来照顾全家人的这个早餐 其实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那刚才其实这个文宁有私底下透露说 你是家裔人嘛 对啊 家裔就是吃鸡肉饭 对 我那个 因为我常常因为工作要去世界各国 那真的全世界没有找得到 台湾这种整条路都是连锁早餐店的地方 然后我才想到说也不是现在的人不做早餐 但是我小时候我妈妈要送我去学校之前 会先把我丢在卖鸡肉饭的摊子 然后给老板说一碗鸡肉饭 然后就把20块或10块钱丢给老板 他赶快去买菜 就趁这个我吃饭的20分钟去买菜 20分钟回来后我刚好吃完 就把我再去学校 所以并不是现在的妈妈不做早餐 连我妈妈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的时候 因为都是双新家 因为台湾人都打拼 没有夫妻一起打拼 所以妈妈都没有时间做早餐 可是今天要跟大家讲 你有一些东西可以先做好 其实做早餐是可以不用花很多时间 小朋友还可以带着 比如说今天做的贝果或汉堡 小朋友拿着去坐校车 或者是去学校再吃都很方便的 而且妈妈可以一次就是先花点时间 先做起来 就不会说每个早上呢 就已经让孩子去当老外了 对不对 其实就可以呢 自己在家里面打理好 孩子也可以自己来做处理 对 没错 好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做早餐 至于要先做什么早餐呢 第一个 因为这个是反映到 一个月前的那个起云剂的事件 对 为什么会有起云剂 被发现最多含起云剂的就是果酱 因为什么叫做起云剂 它就是加进去以后 会让东西有浓稠感 然后让消费者吃的会觉得 哦 这实在哦 这食材很多才会那么浓 其实它没有 它就是因为食材没有百分之百 所以它需要加起云剂 让它感觉浓稠 你看我这一罐是昨天自己熬的 花30分钟 用小火熬 没有起云剂 也可以这么浓的芒果果酱 所以这里面是芒果果酱 对 那这个是我学意大利人 因为意大利人他们会有一些 蓝莓 红莓 草莓 放到快要烂掉 很可惜你就把它熬成果酱 又可以放个半年 是 好 那今天自己来做好不好 对 好 这个现在应该讲说 也是芒果最丰收的剂 对啊 因为我们就要用当季食材 如果冬天我就会教你做草莓果酱 那现在是夏天是艾文芒果的产季 那我们就来做芒果果酱 好 那至于怎么做呢 这简单到自己会不好意思耶 真的吗 我以前 说真的 我以前我以为果酱很难 对啊 我们都教学的 而且这一罐你如果进口的 你不要说台湾的 进口的就是真材实料的 也要200块 我好想把它打开 好啊 你很想试 你要不要试吃一下 不是 因为我觉得忍不住啊 好香喔 朋友们看一下 然后它很简单 你等一下看我你就觉得 诶 怎么那么简单 对 对 所以你可以一次多做一点 那不一定要用芒果 像木瓜 比较容易软爛的东西 或苹果都可以做的 那奇异果也可以吗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你今天学到 你就都可以运用很多 人家送给你水果 你吃不了 都要拌掉了 譬如葡萄也可以 所以快要烂掉 快要太熟的东西 赶快拿下去熬一熬 哎呦 好啦 你赶快做 我赶快吃啦 所以我们要做果酱之前 因为我们今天要搭配的是 现在最流行的 貝果面包 好好吃 所以我们要先烤 貝果面包 这真的是你做的 对啊 30分钟 太浓郁了 很浓郁 很浓 然后又很简单 这没有加芹芹芹喔 没有加芹芹喔 没有 而且那一罐 成本大概50块而已 50块 而且都没有加别的喔 就是很单纯的芒果 所以50块还贵贵 是啊 对 那我们先把面包放下去锅子 像这个是那个 比较厚的锅子 你就可以拿来当烤箱用 那如果没有这种锅子 在家里就是做 放进去烤箱 那我们再把它转小火 免得它太热 那这个芒果果酱 简单到我自己都会不好意思 你就是把锅子 把这个切丁的芒果 是 都倒进去 它只需要预热吗 不用 因为它是好像在熬汤一样 只是我们没有放水 好 就让它这样熬耶 所以里面是不加水的 不加水 你看看这当中多真材实料 对 然后你要用小火 那如果它太干了 你怕它那个超灰大 你再加一点点水就好 可是我今天不加水 我加的是柠檬汁 为什么要加柠檬汁 因为台湾的艾文芒果真的厉害 很甜很甜 甜的要命 所以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替代水 所以这个芒果的果酱 就连一点水都没有 然后还要加一点点糖 可是我本来是说一杯 真的这个太 太甜了 那个好甜 真的很甜 我觉得一点点提个甜味就好了 不要放到一杯 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针对你个人 对于糖分的喜好程度 去做这个加减 你如果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如果买到不甜的芒果 你就赶快做果酱 你糖就可以加多一点 那你如果买到 像我今天买的芒果很甜 糖就给它一大匙就好 让它有一个糖的焦糖味就好了 好 这样用小火熬 大概二三十分钟就好了 就不用理它吗 你就是熬到 这个本来切丁的芒果融掉了 变成好像看得到又好像看不到 那个时候就是好了 那我们知道说 像自己这样子放 就这么简单的几样原料而已喔 是